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旅行的袋裡面會有什麼 我現在來到中國的北方 我會來兩個星期 其實這裡是熱的 我剛剛來的幾天是極熱的 超級超級熱的 現在都涼了一點 但它是乾熱的 所以就沒有香港那種黏黏黏 我想給大家看我的袋子 其實我也帶了好幾個袋子來 但其實旅行是我最喜歡用背包的 最近我也很喜歡用這個迷你的背包 這就是我的袋子 這是之前Nikma去韓國的時候送給我的 讓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它有五格 這裡有一個小格 然後旁邊有兩個 裡面有一個大格 然後它有一個像卡住在背部 就是背部的位置 但那個我很少用 因為很難拿東西 加上我也有自己的卡住 所以不用那個 先看看第一格 這是我經常會用的東西 看看有什麼 首先有一個眼藥水 我永遠都要帶著眼藥水 眼會乾 加上現在在北方的天氣比較乾 所以眼藥水是非常重要的 先看看潤唇膏 那潤唇膏我一定要用 就是怎樣我也會帶著一支潤唇膏 那這支就是Sugar的Advanced Therapy 那之前也在影片裡說過幾次 我記得這個好像我第二至第三支了 已經是 去旅行我會喜歡用一些比較鮮少少的唇膏 因為始終拍照會拍得多 這個是Lancum的唇膏 先講一講這個唇膏的設計 看上去就是一支好像圓的 最好玩的就是 它不是正常唇膏的 就這樣拔開 就像我這支唇膏 就這樣扭開 就是一支唇膏 這裡有一個好玩之處 我經常喜歡按的 有點像那些筆心筆 就是這樣在上面 按一按那朵花 你看到嗎?它會彈出來的 你看到嗎? 是好玩的 我非常喜歡這個 就是這顏色 看到嗎? 在這裡這樣看 你會覺得它好像很難扭開 但其實是很容易扭開 我現在都在塗的 我很喜歡怎樣用它 就是這樣 我喜歡 因為它是一個很出色的唇膏 我喜歡這樣碰碰碰 然後就 我覺得 很漂亮 我覺得是一個很容易扭開的顏色 我剛才swatch了一下 給你看一下 給你看這個 看到嗎? 這是一畫 很輕力的一畫 已經是 超級出色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 是有三個質感的 就是三個的 finish 它有一個是透身的 透透的 比較適合 我覺得每一天塗的 然後 它還有一個 就是cream 我這支 368 rose的顏色 就是cream的 你看到它是 亮亮的 但是 它也是非常出色的 然後 還有一個 是matte的 就是牙色的 那就是 牙色當然就是 不亮的那一隻 我這個 上嘴的感覺 它不會很重 因為當然夏天我不會喜歡 塗的唇膏 是很不舒服 很厚的 它是出色的 但是 是很 很薄的 你明白嗎 在嘴上是舒服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是非常 適合 任何膚色的 我不知道你們在鏡頭上看不出來 但其實我已經黑了一點 整個旅程 都是每天曝光 我也沒有帶帽過來 所以 我黑了 但仍然是 可以拿到的顏色 所以很漂亮 我很喜歡 而且 很顯的牙白 牙看上去都很白 然後再看看 袋子裡面有什麼 然後 就有 包 一定要有的 二極的 是咬的 那隻 香口柱 對 這個我最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香口膠 但這個就好像 你咬得 但其實它是糖 所以你就不用 不停咬它 那種 明白嗎 所以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香口柱 然後 就有 一個 是否要借一借 一個card holder 它可以放到五張卡 然後再加上 這裡有個位 就可以放一點點現金 所以很適合 揹小袋的時候用 然後就有兩包 濕紙巾 來到這麼熱的地方 一定要帶濕紙巾 那這個就是Gatsby的Facial Paper 這個是Ice Type 但這個就不是非常之冰涼 絕對非常之好 就是這個Gatsby Ice Type Deodorant Body Paper 即是說明是身體塗 這個叫Ice Citrus 是塗上身體 冰冰涼涼 超舒服 會長大約15分鐘至半小時 我覺得在我身上 然後當然就有紙巾 我最喜歡的紅仔紙巾 超可愛 然後就有綁頭髮的 我最近換了用這一隻 挺好玩 我是貪好玩才買它 奶媽 再加一個充電 不是充電 就是那條線 然後就有Traveler Traveler 裡面就是裝了 Chloe的Love Story 即是我最喜歡的香水 我第一次的香水 突然說得很快不好意思 因為電池在閃著 我說沒有電 然後就是這個 Jessica送給我的YSL的粉餅 我用它來補妝 包了非常漂亮 裡面就是一個綿綿的 然後它這個顏色是叫什麼呢 這個顏色是叫做BE30 然後最好就是它有防曬 23PA兩個加的 我現在都用了幾個星期 所以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Jessica教我 她說如果用海綿來補妝 其實會補得更漂亮 會比掃子好 然後袋子都充滿了 當然其實我還有一部手機 我這個顏色是從Dixie來買的 這個是Duffy的 超漂亮的 當然是Vlogging camera 但我正在用Vlogging camera來拍這段影片 那我的Vlogging camera 是Canon G7X 好像是Mk2 我寫在這裡 就展示了我的袋子裡面的東西 還有幾天的旅程 但我快要回家了 對 其實在這裡我也Vlog的比較少 因為真的很熱 有時候真的沒有心情去Vlog 太多人捕的片段都不是太漂亮 但現在我 對 到時候結束了一個旅程 回家就可以看到Nikmah了 因為這個旅程 Nikmah沒有跟我一起來的 所以 就是這樣 拜拜 我們待會見 HELLO 真是 哈哈哈哈哈哈 笑呀 hello hello 你在做什麼 在玩電話 玩電話 陪著小狗 剛好的我也玩完電話 好了我剛才有unpack 我的行李箱 其實不是我 心肝情願地unpack 因為我去完旅行 我很喜歡那些行李箱 有這麼久就放這麼久才unpack 當然要骯髒衣服我會先拿出來 我會把這些衣服放到很久 然後拿回迫我才unpack 今天拿起床 把我unpack 我就unpack了 unpack的時候就找到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挺適合你的 就是這部 水機 那時候我去旅行也帶著它 因為我想試用它 不是很大 跟我的頭 長過我的頭一點 然後 很好笑 有什麼好處呢 我覺得適合旅行 因為它很輕 二它可以用電池 但我選擇了不用電池 我就用這個 USD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適合你呢 就是因為我經常在噴頭髮 用dry shampoo 化妝 化妝 塗霜 十幾萬個面膜 有一點煩 有一點煩 不要儘量減少 放在身上的 化學劑 所以可以 喝水可以抗氧 還有美肌 美眼 總之漂亮 倒點水進去 倒多這條線 然後呢 十分鐘後 就有水喝了 我試了兩個星期 一次兩次 我記得就喝兩次 但多數只是喝一次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不記得 喝多點水本來就是一個健康的行為 特別是 一早起床 我自己都有一個習慣 是喝一杯水的 加少許檸檬就更加好 因為 早上通常我們人 是處於一個 比較缺水的狀態 乾燥 喝一杯水進去之後 任何飲食的情況下 喝一杯水進去 其實是有排毒和養顏的功能 是啊 不過呢 除了早上喝水好 晚上呢 喝水也好 但就不要太多 尤其是睡覺前兩三小時 不要喝太多水 適當的喝少許 一些水份補充一下 這樣就夠了 不要太多 有一樣東西 覺得很適合你 什麼 是一些藍莓杞子的護眼的營養劑 杞子即是紅色一粒粒 對 好像提子乾那種 有時候媽媽煲湯都會放進去 因為呢 它是可以消除眼睛的皮籠 以及去除眼袋 黑眼圈 黑眼圈我有 是啊 在美國 我讀完大學的讀書 就送了一堆黑眼圈 大家如果不知道 其實我有近視 所以我帶鏡子 就算我不用拍片 帶漂亮的鏡子 外出我都會帶透明鏡子 所以我在這邊三百幾 不是這邊三百幾 這邊二百幾的近視 是啊 對 因為我看到這件事 特別適合一些 看得電腦多 用得手提電話多 那些人 那你經常要拍片 有時候又用電話來看 做事 我覺得這件事比較適合你 嘗嘗這個 這隻綠仰芳的藍莓杞子護眼 我覺得她對她有信心 是因為她是 香港中文大學附屬機構研發的 COO COO 挺好的 她可以一天吃一顆就可以了 因為我之前吃的那些保健品 是一天吃三次 是很煩的 吃得很辛苦 我經常覺得一次起兩次紙 是最容易控制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 嘩狗狗了 今天剛剛第一天回香港 都是在家裡休息一下 我們去窩狗了 拜拜